昨天下午 第25次上海市市长国际自己业家咨询会议闭幕 在新闻发布会上 上海市市长杨雄和大会主席奥利特加迪耶什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在回答有关自贸区的提问时 杨雄说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即将满月 目前整体运转顺利 以办理企业证兆变更等业务8421户次 对于外界关于自贸区首份负面清单是否过长 开放度不够的质疑 杨雄表示 设立负面清单是一次新的尝试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杨雄还说 国务院批准自贸区整体方案后 所涉及的大多数举措已经推出 这意味着自贸区创新运行的框架已基本建立 在回答关于上海房价的问题时 杨雄表示 今年9月份上海的房价确实出现了20.4%的同比涨幅 我们高度关注房价问题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普通商品房的供应量 加大的保障性住房的一些供应量 从事还要进一步严格执行我们原来已经定的一些 控制房价的措施 包括限购政策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对房屋销售的管理 一些虚假广告 一些哄抬物价的行为 新闻发布会上 大会主席加迪耶石 对企业家们的建设性意见进行了总结 并回答了记者有关如何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问题 据悉 第26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 将于明年11月2日举行 主题为 加快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记者 严伟黎 何晓 陈慧莹报道